词曲 李宗盛 好漂亮的地方 怎么样小姐 我没带你来错地方吧 真是好久没有来 这么幽静的地方了 还是白纸最乖啊 我去好好见上你 你哭回来 真巧啊 雷扬 你怎么会在这儿 拓跋骏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因为一些公事 所以我路过这儿 公事 路过这里 我 我是来 体察民情 那殿下请便 臣女先行告退 怎么刚来就走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刚来啊 殿下不是刚好路过吗 我 我承认 是我让白纸带你过来的 你先别生气啊 我就是想让你出来散散心 当然了 我还可以见你一面 殿下何必如此 卫阳身份低微 不值得殿下为此花心思 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爱听 在我眼里 你就是李卫阳 什么乡下丫头 什么尚书小姐 什么安平县主 都一样 难道 在殿下眼里 卫阳是什么身份 都没有差别吗 当然没有差别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你就是你 你就是那个 让我牵挂的李卫阳 卫阳 有些事情 我想跟你说清楚 据述我 静儿 卫阳姑娘 今天真巧啊 难得两位殿下 和安平县主 一块过来游玩 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怎么不说话呀 离我远点 这安平县主 在哪儿找到护卫 脾气怎么跟 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有意 是 今天一定是个好日子 否则本王怎么会这么巧 在这里遇到你们 还是你们已经约好 要来这里见面 是 不是 是 那黄叔您呢 怎么会突然到此 我早听说这边的风景 非常好 特意抽空出来走一走 没想到就遇到你们了 原来好风景大家都知道啊 美景就像美人 君子好求 不如 我们为这个风景 干一杯 来 是毒虫 没事 我有药 我来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你家小姐被毒虫咬了 不过这虫的毒性不强 现在已经没事了 谢谢殿下 等一下 这个药能解毒 最好能留上一日 谢殿下关系 你没事就好 时间不早了 臣女也该回去了 我送送你 不用了 我的马车就在附近 我自己可以回去 臣女告退 等等 这个 你带走 谢殿下 你带走 殿下 属下得知安平县主 出门游玩的消息 却没想到 羔羊王会在这个地方 巧遇县主 巧遇 哪有那么多巧遇 若本王没猜错 君儿一定很早就知道 李维阳会在这儿 只可惜你准备的毒虫 为他人做了假意 属下办事不力 不是你的错 不妨让俊儿 先胜一局 是 白纸 都是白纸的错 小姐恕罪 小姐恕罪 白纸 你到底是谁的人 到底听命于谁啊 我自然是听命于小姐啊 我只是觉得 高羊王殿下一片诚心 恳求于我这个 微不足道的奴婢 所以你就跟他一块来骗我 我真的是无心骗小姐的 我只是觉得 高羊王殿下对小姐一片真心 而且我知道小姐也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有些事情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并非你看到的就是全部 你以为的为我好 或许会为我带来痛苦 你知道吗 对不起小姐 我知道错了 那南安王呢 我真的不知道南安王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或许 南安王真的只是过去游玩的 二姐 长茹 起来吧 谢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二姐不是一向最心疼白纸吗 疼归疼 犯了错误啊 还是一样得教训 你不是刚回来吗 我刚刚听见你说到 南安王和高羊王殿下 是怎么回事啊 本来呢 是想要出去散心的 但是没想到遇到了他们 总之啊 一言难尽 什么 你说李维央和两位殿下 一起交友 只是偶然遇到 偶然遇到 什么偶然 会同时遇到两位殿下啊 我看啊 就是那个李维央故意设计的 这个李维央可真是不简单 他将把两位殿下 一网打尽 我跟你说啊 你别整天那么傻乎乎的 二姐二姐的叫着 对谁都掏心掏肺 小心他哪一天 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 二姐不是这样的人 我相信他 只是 要是 要是被大姐知道 二姐四会高阳王殿下 又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那不就有好戏看了吗 你